《药书亚记》 顶姐妹你好 《药书亚记》是关于神将因祂的福气 带到祂的子民 亦是关于人如何以信心回应神 而蒙福的历史故事 这几天我们会透过《药书亚记》 一起有一些默想 其实整个《药书亚记》 都在重复一个重要观念 神照着应许次地给以色列人 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漂流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 入到应许的迦南美地 在第一章 经文已经不断重复 神照着应许次地给以色列人 当然以色列人都需要用信心的行动 去承计神给他应许的美地 好像是 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我给了钱了 所有食物都齐了 餐具都齐了 你都要自己走出去拿 同样 神已经预备了这个福气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需要用信心的行动 去接收神给他的礼物 去到第二章 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 去到耶利哥城做一些准备 不过其实那些探子 真的可以说很失败 他什么都没有做到 很快就差点被人捉到 但唯一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们从拉合的口中知道了 神已经准备好 让以色列人得胜 这帮探子回去和约书亚报告的时候 二章二十四节的结论是这样的 他说耶和话 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 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 神将全地已经交给以色列人 只要以色列人用信心去回应 就可以领受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都是类似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很多的福气 我们用信心去承受就可以 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 圣灵的同在神准备了 甚至每一天我们面对困难 神准备了有能力有安慰帮助我们 但是信徒我们都要以信心去回应神 去接受神的福气 神的福气是会临到一切相信的人 在约书亚记里面 这些相信的人包括了相信神的以色列人 也包括相信神的外邦人 这个妓女拉合 拉合的行动尤其让我们想到什么叫信心 信心是要有行动的 信心有时候要冒险 要有很多付出的 你有没有想过 拉合的地位是妓女 在当时的地方是一个很卑微的地位 但他竟然肯去冒险 去收藏以色列的探子帮助他们 其实当时如果被发现 拉合随时会处死的 但经文强调拉合他相信耶和华神 所以他就用行动去回应神 拉合自己说的 在第二章十一节 拉合说得很清楚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拉合虽然是外邦人 但他以信心行动去跟随耶和华一位天地的主 最终他得到神给他的拯救和福气 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宝里面 我们找到拉合的名字 她是一个很蒙福的女人 希伯来书十一章同样赞赏拉合 经文说 妓女拉合恩着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从约书下记第一章和第二章 我们很明白到一个真理 耶和华神是信实慈爱的神 他应许了福气一定会实现 但信徒都要用信心行动去跟随 真实的信心会有真实的行动 而行动往往是要付代价要付出 甚至要承担一些风险 好像拉合一样 弟兄姊妹在信仰的路上 有没有用信心去回应神 有没有行动 有没有时候都要冒险呢 有一个弟兄是会计的 老板跟他要求要去做假数 如果他肯帮忙就由他着数 如果不肯帮忙就要炒他鱿鱼 这个弟兄还在供楼 他要照顾家人 没有一份工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这个弟兄 你会怎样做这个决定 很感谢主 这个弟兄他相信神 他坚持不做假数 他要为主冒险 他没有一份工 但是他相信神会带领他经过人生的困难 他要继续去跟随这位神 信心跟随神是要冒险 是要付代价 好像拉合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 他会帮助我们经过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以信心的行动 去承受神准备好的福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